大家好,我是阿树,电球人179话,一根心 上一话最后,惨遭战争暴击的黑剧 在冰死边缘遇到衰老恶魔的救治 但代价是,只要黑剧接受衰老的邪 就会有无辜的孩子被陷棄 在如此道德难题下,黑剧的揭法出人意料 他先是借着衰老刚给的一点免费血 把双手恢复了起来 然后拽着胸口的拉环猛了一球 但无事发生,血不够啊 于是,大概是为了继续获取血包 黑剧朝着衰老的脚下爬行 直至穿过衰老的身边 直接给衰老看懵了 原来,黑剧的目标是之前那款 他恢复过的线鞋牌 看来,面对衰老给出的救命契约 黑剧是拒绝的 气得衰老扯着黑剧的头马 说他脑袋空空,干这么无意义的选择 这时,事先来到战争恶魔这边 眼看衰老把黑剧按在地上摩擦 战争气得芝麻 说那个该死的恶魔 居然敢抢我战争的功劳 而战争身后的三鹰 则完全是另一种心态 毕竟,心上人被打到生活不能自理 换谁都受不了 于是三鹰劝说战争,收走吧 黑剧都被你打残了 这还不足以说明你击败他了吗 战争却异常坚定 说还不够 因为黑剧现在还不是我的 我战争的目的 可是要把它变成我的武器 而且,一旦我成功了 你的电刺也会变成正常人 咱俩的目标都能实现 正如姬赫所说 听到姬赫的名字 三鹰先是一惊 然后质问战争 难道你真的相信姬赫吗 我信 战争表情呆绝地说 仿佛他这句我信 不只是为了说服三鹰 也是为了说服他自己 说吧 战争举起右手 准备给黑剧最后一惊 可下一秒 战争被挤出了三鹰的身体 原来 三鹰利用 害怕就不能被战争夺舍的特点 成功逼战争下限 战争无奈 只能妥协说 今天我不动手了 并卖惨地向三鹰表示 咱俩都这么熟了 你居然还会怕我 太伤人了 就是这句话 让三鹰产生了内疚 微缓了身体 给战争 可恶魔终归是恶魔 战争成功上号后 立马翻面 朝着黑军那边 就是一枪 棒 于是 远在美国的枪支恶魔 听令发枪 子弹急速飞驰 却在即将击中 衰老噩梦的前一刻 停了下来 原来 衰老还有一项神迹 石挺 看着远处的战争 衰老慢有用地表示 看来战争的目标 是我 那想不到 战争居然会认为 用这种手段 就能干掉 说吧 衰老清楚巨型子弹 并未被吐出一局 不管是黑局还是战争 都太优质了 现在 是时候长大 也就在衰老谈笑间 子弹硬声挥飞烟 至此 电竹人179号结束 坏消息 下周修改